韓劇跟夕阳劇 我都要 大家好我是凯特 我是马妹 好我们今天是要讲 非常少女系的韩剧 对 有点不像我们的风格 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团购 就是一个韩国的香氛品牌嘛 对对对 然后刚好是这里面的算男二代言的 对 因为男二演的这部戏之后好像大红 所以他们就找他来代言 对我们现在讲的是女神降临 其实大部分如果喜欢看恋爱喜剧的 应该都有看过这一部 对因为我们每次只要发现 网友讲到恋爱喜剧 好像都会讲这一个 对对对 算是一个代表性的指标 对虽然他也是慢改 对 我当初在看的时候来一直觉得 他跟当初那个我的ID是江南美人的调调很像 哦是哦 只差一个是去整形 一个是化妆 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对那其实像江南美人也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他们里面男女主角去就是大学的实习工作 直接就是调香师 哦是哦 对 哦那真的也蛮适合的 但就必须说就韩国人真的很care香味啊 对 脸可以丑身上不可以臭臭的 好像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都被禁止 就是如果你只要你帅的话你也不能臭 所以帅哥身上不可以发出宅男味 对 因为我们今天要团的那个牌子叫做 Celliver 现在很红耶 对好像是 因为它好像在韩国就是一个非常红的牌子 对一方面是好像那些韩剧欧霸 也常常在戏里面用嘛 哦 我以为它是比较偏女生的 哦没有哦 看像之前 虽然神经病但没关系那个 金秀贤它就是整个房间都是这个牌子 哦 因为它的包装非常可爱 哦算可爱了 因为有点梦幻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会第一个感觉让人家觉得 哦好像是比较女生会用的牌子 对可是应该是说 从我试闻过的香味来说 其实都比较偏中性 应该是说我们两个喜欢的味道都比较偏中性 真的吗 我以为它走的路线就这样才会找房营业 因为它有 就是我们今天挑的 有一些是木质调 但它有偏那种甜香味的 对老师说我那时候跟 马妹两个在闻的时候 到最后我觉得会有一些味道可能 就是我们对她没有感觉 可能也是有点对不起她 因为就鼻子都快要失去味觉 对因为 它的味道真的太多 它有总共有十种口味 对 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一直闻一直闻一直闻 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味道 我们到底要选哪一个 对但是在这么难挑的里面 我们一闻又中的 对 就真的就把精挑戏选出来了 没错 然后说真的啦 因为我们那时候从拿到之后 我们就把觉得很好闻的味道 就一直放在我们的录音室嘛 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真的就是你环境想想的会很舒服 对对对 就是你不要放太多 因为它里面其实有附十根 那个扩香枝 但是你的房间如果不是很大 像我们录音室没有很大 我们就只放两根 然后就会有隐隐约约淡淡的味道出现 对 很舒服 对啊 你看上次赵哥来 就是一直在嫌我们录音室小 太小 对不起 还说 这样就在我家房间录就好 我还跑来 她房间还比我们大 对 而且啊 我们刚才有讲到黄银夜 因为女神将领变得很红吗 对对对 他很厉害耶 因为女神将领的另外一个男生 就是男主角 是车迎幽耶 对 感觉就是超强对手 他居然可以从中脱颖而出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就 居然在车迎幽旁边 还缺得超多粉这样 嗯嗯嗯 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厉害的 是如果有人看过 这个漫画的原版 嗯 原著 嗯 你就发现他们两个真的就是跟你 就是 有 因为你讲了之后 我刚刚还跑去Google了 想说 诶 他们两个就是长漫画 走出来的样子 对 因为我之前就有跟马妹说 就是黄银夜很夸张的 是他居然30岁 对 他演高中真的一点都不违和 没有 因为我本来就有想说 这些演员不可能真的刚好 就是18岁之类的嘛 一定比较大 但是我的猜测都是在20出头 如果说那是演技那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就是一点屁孩样 对 他这里面超中二的 而且就是又是演一个脑筋不好的中二学生 对对对对 然后居然30岁的超惊讶 对 我查到的时候也是觉得 哦 天哪 居然30岁了 对 所以马妹的笔记就在 就是非常惊讶 他30岁这件事 但是我就在后面旁边注解说 但是他长得跟就是原著超像 这点我也很惊讶 因为他长得不是非常普通的长相 呃 我得说他长得很韩国 对 有一些韩国偶像就是 对我来说 感觉就是会长得像这样 眼睛就是有点媚 哦 我懂你讲的意思 对对对 可是通常这个长相 人不会像他那么高 哦 你懂我意思吗 矮脸就对了 对可是他却就是 漫画里面就是画这个脸 然后那么高 哦对 因为他实际好像185 对对对 真的很高 对 你看用漫画都会画得很 不符合人体工学的生产 脸超小 然后身体超高 对 可是又壮 然后他们却有办法找来 这两个真人 对 而且他们两个脸真的很小 我觉得他红的到什么程度 我那时候就跟马妹说 我觉得那个女神将领的男二超扯 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 我就看到Friday 就在帮他办线上的见面会 哦 然后就那个报名秒杀 真的哦 对 哇 对所以大家想想看说 他有讲过说 他很喜欢这个牌子的香味 然后他还有特别喜欢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就是这么的刚好 他喜欢的味道 跟我们喜欢的味道 一模一样哦 对我跟你讲 我们真的没有先去偷查 他喜欢什么 没有我已经先选 我们真的先选好 然后我只是在录音前 对 想要就是查一下资料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他有帮他们拍影片 嗯 他就在里面告白说 哦 因为他平常就是喜欢木枝钓的 嗯 所以他就选了 预昌蓝钓 对 对 他平常是喜欢喷这一个香味 嗯 对 然后他还有说 就是他另外推荐女生 喷的香味是美好时光 刚好也是我们选的耶 对 他就说在路上如果他擦身而过 女生是喷这个味道的话 他一定会转头看他 这很夸张耶 所以其实你如果就是用那个 预昌蓝钓 对 你就感觉就是他就在你周围 是不是 你就是要放这个在家里 就是觉得 黄影燕每天都在你旁边走来走去 那那个美好时光的 你放在厕所 然后觉得洗澡的时候 他都一直回头看你 哎呦好吓你 哈哈哈 怎么变变态了 哈哈哈哈 因为你房间已经放了 他里面有的 我要坦诚这个的 我的确是放在我们家厕所 哈哈哈哈 我懂啊 因为想要放的地方就那些啊 对 哈哈哈哈 你就 你以后下次在厕所都有阴影的 就一直在 就一直看一下 有没有人在偷看我 他一直在回头看我 哈哈哈哈哈哈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另外调了另外一个叫 青懒长岛 而且我远远看我本来在讲说 青懒长岛 哈哈哈哈 那个味道也蛮舒服的 对对对 他比较偏清爽的味道 对 因为他就有点就是莱姆的香味 对对对 然后他又有带琥珀 对 还蛮妙的 然后他们的混香 其实我觉得都还蛮特别的 对啊 而且我们又精挑 细选出来三款 因为他们口味其实超多啊 对 十款真的是很难选 对 那我相信这三款你们都 应该是大部分大众都会喜欢的味道 对对对 不过如果这不是你们喜欢的味道的话 也没关系 他们其实现在也可以让你自己选三种味道 价钱都一样 对啊 可是你就比较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黄银叶一直回头看你 对 你就是要选我们 我们推荐的 你才能有这种感觉 被黄银叶 stalker的感觉 而且其实蛮便宜的 对啊对啊 三瓶才999 对 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人都有买扩箱的习惯了 对对对 所以我上次还跟马妹说 就是我有去一个 就是有点年纪的客户那边提案 对 发现她连她的厕所里面都有扩箱 这就是高级感 诶 女神降临里面 他们学校里面也有放扩箱哦 真的哦 对 可是说真的 现在大家如果去吃饭干嘛 会发现 真的好像没有一个地方的厕所不放扩箱 厕所好像都会放 因为它又不会像以前我们放那些 好像 芳香剂那种 很恶心的味道 对那种味道就 你只是硬把错位盖掉 对对对 哦 我有一个经验 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因为他们厕所方机 是放在墙壁上 嗯 会自己 就是可能定时会喷 然后我在上厕所 刚好喷出来 所以我全身都是那个味道 有够噩的 很像这种扩箱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你那天应该会是被人家嫌弃吧 你怎么会有厕所味 不然说你第一 买的是什么香水 过期了 赶快退货 对 好所以大家可以在资讯栏看一下 还有我们粉丝团也会公告 对对对 我们都会把购买连结放在下面 对 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买 因为这样真的蛮优惠的 嗯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主题了 对不对 没错 女神降临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其实已经把 就是两个男主角都已经讲出来了 对 没关系 因为这部是其实是去年的戏 大家应该都大致上知道了 对 然后它又是个曼改 嗯 她的女主角叫做文家音 对 凯特跟我说之后 我才知道 因为她是归国子女 哦对 而且家里环境还不错 哦 因为我看她其实不是美国 是德国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她好像也会非常多才艺 对不对 对 然后好像会三种语言 哇 有够强 感觉都出来 就是家里是有钱人啊 嗯 对 然后 但我都还蛮佩服这些家里的 嗯 看他们多宠女儿 因为他们都这样子栽培她了 但是到最后她就说我要出来演戏 对 就说我要回韩国演戏当艺人 对 然后我觉得她蛮夸张的事啊 我每次都 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说什么很羡慕 她的什么筷子腿 还是铅笔腿 哦 哦 就腿很小腿很细是不是 对 可是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那个就是 很容易折断的腿啊 对 当然啦 你说羡慕也很羡慕啦 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不可能达到的腿 嗯 我也觉得不可能 对 所以才要羡慕啦 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达到 对 因为你知道她的脸看起来并没有非常的过瘦 对 所以 我每次才觉得她在两个男主角之间 我都很为她担心 因为她脸会其实被显大 哦 真的 她脸其实不大 我说真的 她其实脸不大 但是因为两个男主角脸都超级小 对对对对 真的 她在我们两个面前脸一点都不小 对 我觉得这很吃亏 所以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我就跟Dee说 难怪还要把自己弄到瘦成这样 对啊 因为就是韩国眼镜圈太变态了 对啊 连男的脸都比你小 你到底要怎么活啊 如果她不是那个铅鼻腿 她是一般就是正常腿的话 那她脸可能在电伤会超大 对 她应该会被说是大象 谁叫你来演这部戏呢 真的 对 然后这里面的剧情啊 她就在讲说 文佳音她演的角色叫做 任朱镜 对就是朱镜 然后她平常蛮平凡的啦 喜欢看恐怖漫画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不修蝙蝠 眉毛也不修 对对对 眉毛很粗 然后就是有点像我们会讲那种 久潮脸对不对 对对 因为她脸就是 可能又过敏吧 我猜 对 又太干 对 然后又有长痘痘 对对对对 所以各种原因加起来 所以你都一直随时看起来红红的 对 然后又戴眼镜 嗯 对 所以学校的一些 就是漂亮女生就会欺负她 对对对对对 对 虽然我不太懂啦 嗯 因为漂亮女生 应该是讨厌漂亮女生才对啊 对啊 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欺负丑女欸 对就她都已经很丑 很可怜了 对可是韩剧很喜欢这样演 还是说他们现实中 真的就是会比较看不起 长得不漂亮的人 不知道 因为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啦 反而是班上的男生 比较会去笑 长得不好看的女生 对啊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们倒也是不会霸凌她啦 虽然那个言语霸凌 我也就很过分 嗯嗯 对以前我们班男生 都会帮人家娶什么科学怪妹什么的 哦会啊 然后不然就是 如果身材比较风云的话 就会说人家胖子啊 对对对 倒是没有看过 就是女生去欺负 长得不好看的 但是这个题材 感觉在日本或是韩国 都很常出现欸 对啊 我觉得超奇怪的 你应该会觉得 你不会受她威胁才对啊 然后反正这里面 那个漂亮的女生都会 这个知道古今中外 都会这样演 然后旁边就会有一群人 跟着她吗 对 这个就叫Enterage 就是旁边的小跟班 对 然后她跟班东西这么多 她都一定要去欺负 就是那个竹镜 叫她去买东西 叫她去干嘛 对对对 旁边就要狐夹虎威 就顺便也要叫她买 对 莫名其妙 你们不是就是跑腿的份吗 对 而且他们好像就是 真的还是会霸凌 她其实在那个学校 被霸凌的很惨 结果就是这么刚好 她爸被人家骗了 然后他们家本来是住在一个 还蛮高级的公寓里面 她妈都很开心 结果就因为被骗钱之后 他们只能搬回 他们原本住的一间 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面 对 所以她就跟着一起转学了 到了一个新环境 她就在那个当下 可能就想说决定要改变自己 开始学化妆 对 然后一瞬间变成超会化妆 对 我想说你都不需要练习哦 对 而且 奇怪那你以前被欺负的时候 你就可以化妆啊 我就不懂 因为我就想说 为什么你都不想说 你要改变自己呢 对 然后反正她里面就在演说 她的意思就是她爸爸是个帅哥嘛 对不对 虽然说我绝对没有帅 因为你知道她爸就是那个机智监狱里面那个大舌头 然后人人欧咯 就每个太太去他们家就说 哦你老公好帅 也许在韩国人眼中她很帅吧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还是可能在那个年纪里面算很帅啦 对 然后所以她妈妈就会一直讲说 帅有屁用啊 对 不会赚钱 因为他们家主要都是她妈在赚钱 对 然后爸爸负责算家里的事情 对 她妈妈算开美容院 对对对 帮人家修眉毛 所以我才在那边说 她眉毛为什么妈妈都不帮她修 对啊 因为 好 因为后面的故事就是 她妈妈很会帮周遭的人修 就是不帮她修 对 因为她的姐姐跟弟弟 其实都长得很漂亮很帅 对 对 都长得很不错 只有她刚好就是那个拍肩 对 这超不合理的啦 就是因为你知道 在戏里面她弟子算很皮 对 可是其实也是好人啊 对对对 然后她姐姐更是很温暖的人 没错 而且又在工作上又做得很好 对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要跟你妹 没有人要接济她 你每天把自己打扮了这么漂亮 都没有看到你妹那个样子吗 对 没有想要伸她两巴掌 还是叫她化妆一下 对 然后所以但是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轻松的剧看 对啊对啊 然后只是事后想想 就会觉得很多还蛮不合理的 对 我就说那个我们要不是要讨论的话 其实根本不会讨论到这么深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也是会想到这些不合理的地方 但我就觉得说 啊算了 第一她慢改 对对对 然后第二我想说 其实讨论这么深要干嘛 真的真的 我们又不是编剧 然后因为就是那个朱镜啊 嗯 文家音 我第一次看到她其实是在季度的化身 哦哦哦 对她演的就是曹正氏的子女 嗯 就是等于哥哥留下来的女儿 女儿 对 对然后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她长得很突出耶 哦 对因为她虽然是一个高中生 可是看得出来很漂亮 嗯嗯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她旁边两个高中男生又琢琢的 更显出她的漂亮 对 你看果然就是要找旁边就是比较不漂亮的跟班 才能显示出你的美 对因为你看 刚才那个时候眼口小症弟爹就是金正贤 嗯 然后大家会知道她长得比较性格 她不是那种一般传统就是帅的 他们觉得帅的那一种 对 然后算 她在爱的破将算大红嘛 嗯嗯 对但是因为她在那个基督的化身里面 她就是剪了一个很像小瓜呆的头 嗯 对 而且她脸又不帅 然后整个就是很错 很错 对 然后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她是金正贤 但是我记得 我第一次看到文家音在这一出 哦 所以你看长相还是很重要的 对啊 好 然后这一部戏里面啊 就是因为马妹做了笔记 我才看到 我才想说 的确 你看她当初 这出戏整个怎么演 我都没有想到她有这么多议题 其实说实在 她主轴就是个爱情校园喜剧 对对对 对对 因为校园剧通常就一定会有霸凌 对啊 不然没有什么戏好些 对 然后她里面其实还有牵涉到家庭暴力 对啊 对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乖乖牌 然后家里也有钱的同学 对 其实也正在就是受着你不知道的家庭暴力 这样 对然后再就是同侪之间的嫉妒性啊 对啊对啊 就是因为她后来转学之后 虽然获得了好朋友 因为她一进去等于就是一个全新的姿态 很漂亮 对对对 对 然后所以班上漂亮的女生就要跟她当朋友 对自动围过来跟她说我要跟你当好朋友 对然后你那时候会觉得她好幸运哦 班上的同学也真的都是天使 对都愿意这样接受她 对就有一个好像就没那么爱念书 然后很爱漂亮交男朋友的 对对对对 对那个看起来就比较单纯 对 但是有另外一个你会觉得她说哇塞 又美又真又高 然后功课又好 然后又就是对朋友很好的天使 很有益气 对然后就想说她来这里就没什么好演的啦 可是我一看到她我就想说这漫画里面 就是这家伙一定到时候会出什么事情 哦真的哦 对 那所以我真的是漫画看不够 没有因为你可能比较少看少女漫画 对没错 这就是少女漫画的套路 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想成 就是那个比较不爱念书的同学会变太妹之类的 哦 就觉得那个同学可能会发现 她卸妆不好看 然后可能欺负她 反而是那个知优生同学 我不觉得她有什么出头可以用 对 没有因为他们就是要制造那个反差 她本来就是很 就是什么都很好的状态之下 然后就有发现她的嫉妒性原来这么强 哦 对 后来看到一半就开始有那个感觉 对对对 因为这开始显示她家庭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再来又是因为那个知优生 她对谁都算冷冷的 唯独就是很喜欢就是承尹游饰演的这角色 对 叫做修豪吗 我记得 对 李修豪 她可能觉得她跟她好像两个 又是从小就认识 对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对 然后功课一样好 然后他们可能她觉得啦 家里一样言 算吗 还是她觉得她家里也有一点缺陷 所以就想要跟她还比较好 对 然后一方面就是她好像又觉得 可能承尹游又就会理解她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两个互相可能觉得自己 心理上都有一些伤害 对 然后再来又是她又觉得承尹游又常常关心她 对对对 因为知道她家可能有些状况也只有承尹游啊 对 这个女的开始招惊 应该是在就是她发现承尹游喜欢 对 她喜欢上女主角文家印的时候 对 就是李修豪喜欢任竹镜 以后这个女生就开始慢慢的变职了 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会觉得那黄盈盈到底要干嘛 中耳啊没有干嘛 喷香水 对 因为她在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算坏学生的角色 对对 对就是不爱念书 对 但她其实是好人 而且这一点在一开始就显出来 对对对 对啊因为她在里面一开始算说是骑摩托车啊 还在那边路上跟人家打架 可是最后却发现说 她请假很久的时间是因为她要照顾她妈妈 她妈妈生病了 反正你也知道就是每次都 都会有那种中二角色 对 是最开始关心女主角的 对 那因为她私下是因为她妈妈好像是 那个朱镜妈妈的客人 对对对 她就有看到朱镜私下的样子 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他们两个就算是有越来越亲近 嗯嗯 对然后你后来就有明显的感觉出来 黄盈益她演的角色叫做韩淑俊 她就也喜欢朱镜就对了 对她就对她有好感啦 对啊 其实李修豪会跟朱镜越来越走得越来越近 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喜欢看恐怖漫画 对 所以他们都会在某个恐怖漫画店 哎那漫画店 我说实在她长得就很恐怖 我绝对不会走进去 对 她算是他们两个就是秘密基地这样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 李修豪算是第一个知道 就是朱镜素颜 嗯对对对 因为她那时候其实 先看到她素颜去读漫画 对 可是她还没有认出来 对 是学校里面的同一个人 反正认出来之后还没有怎样这样 对对对 你知道漫画里面就在演说 不管是男一男二都不会在乎 对对对对对 有多缩有多暖就有多暖 都不在意她外表怎么样 你好歹也要惊吓一下都没有 对 说哎呦你怎么查那么多 对 所以我就有跟妈妹说 我觉得就是女二后来 就是嫉妒心爆发 然后走歪 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她就是 因为她功课好长得又漂亮 然后又在家里被爸爸虐待 然后 我这么惨又这么美 对 然后你居然去一个就是 整天在那边化妆 把自己 而且又很蠢不爱念书 对 就是心生不平也 好像也蛮正常的 真的 要是我应该也会很不爽 对啊 然后老实说 就是这个如果是在 我跟妈妹的标准里面 就不会是那种 就是推给大家必看的剧啊 嗯 我觉得比较像是 对 如果你真的很闲 像前几天廉价的话 对对对 然后你剧荒 你就可以拿出来稍微看一下 对没有但是 如果你是真的就是 喜欢看一些 就是甜蜜的剧的话 嗯嗯嗯 那这一部就很推荐 没错 对或者是你就是很喜欢看 然后就是出颜值都很高的 对 我是认真说 他真的每个人颜值都很高 几乎没有丑女耶 对你知道 因为他里面就是有一个 马妹说的女王峰 哦对 就是前一个学校 欺负他的那一个女生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女生 其实在里面演的 演的真的蛮坏的 对 因为他就是好 感觉就是那种 他也没有理由 他就是为了欺负你 而欺负你 就看你不爽啊 对 但是我觉得他演技很好 是因为他在魂池里 离取里面啊 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哦真的哦 因为我不是有说 里面有一个爸爸 在很丢脸 被他女儿就是骂他 嗯嗯嗯 就是骂到就是 在墙角发抖 然后还在那边说 都没有人理解我 他就是那种 就是言辞犀利 然后讲话非常有理的 把自己爸爸 骂一顿的那个女儿 哦 对所以在魂池 哦两个形象差很多 对所以他魂池离取里面 大家都超喜欢他的 然后他就把他爸赶出去啊 然后自己开始赚钱 就是半功半读 哦是啊 那他一定是先演了 这个之后形象 想说啊不行 叫我形象不好 我要赶快接一个好的 应该是 对 但就是真的演技也很好 那其实像 女主角的弟弟 对 他在另外一出也很反转啊 对我们 对 凯特跟我讲之后 我才想到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只有一直觉得说 天哪他好眼熟 我到底在哪里看过他 他在羽球少年团里面 就是演班长嘛 对 就是那个乖乖排的学生 没错就功课很好 看起来本来很不屑羽毛球 最后却很想要 跟他们一起打球的班长 对 但他在女神将领里面 真的超级中二 超好笑的 我真的觉得他在里面很好笑 对 他是负责搞笑的 你能想象吗 就是 因为他在羽球少年团 完全没有搞笑的成分 没有 他就是每天很震惊 对 但他在这里面 真的非常会搞笑 对 我可以说看完这一部 我可以是说是为了他跟姐姐 哦对 因为姐姐也很可爱 对 因为他在里面 他可能就是随时 就是姐姐在厕所里面 还可以坐到坐在后面大便 然后在那边吐槽姐姐 对 姐姐在前面刷牙 我都还想说 天哪姐姐们 你们这样子 你知道空气中会充满大便吗 然后不然就是会一直这边想 就是男一跟男二谁可以当姐夫 然后一直在讨好 对他觉得哪一个比较 对他比较有好处 他去讨好哪一个 对 然后叫姐夫叫超顺的 对 马上塞奶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些韩剧公式 就是比如说 妈妈 他就觉得 我生的小孩都这么好看 那就只有你长得丑 那你就要好好念书 没错 虽然说我不是很懂为什么啦 对 还是说念 他可能觉得念书是他唯一的出路 他可能 以前的人可能想说 长得漂亮 然后就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嫁了就没关系 对 然后想说你这样子 你不可能嫁到好人家 对 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好笑的是 女主角在前一个学校 明明成绩也没有很好 对 但她也没有化妆啊 对 妈妈就从来没有骂过她 我都不懂为什么 因为她到第二个学校之后 就开始每天很认真化妆 但成绩还是一样烂啊 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我那时候也没有觉得不合理欸 真的吗 对 因为妈妈后来就开始 一直骂她化妆的事 对啊 然后就说你就是化妆功课才不好 对啊对啊 我想说明明就没有 她一直功课都很烂 对 你应该欣慰说 她现在一样功课烂 可是已经长得不丑了 对 至少还有一样改善了好吗 妈妈 你要看到这一点 对 而且妈妈就是还 因为为了不想让她化妆 还乱丢化妆品 对 她还把化妆品全部丢掉欸 那很贵欸 对啊 我也觉得我想说 要花很多钱买的欸 你至少也留起来吧 对 这妈妈真的有病喔 因为她一天都有在喊没钱 至少去把二手卖掉吧 欸 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想到 她反对化妆这件事情 其实超不讲理的 对啊 我就是那时候 刚才想说 为什么 她明明功课都一样烂 我到底为什么要反对 我知道了 因为她不化妆的时候 她才还可以跟她说 你长得那么丑 你要好好用功 现在不行了是不是 变漂亮就可以放刃 可以烂掉 不是因为她变漂亮 那我就没有 不知道拿什么理由 叫她用功 说你还是把妆卸掉好了 认真念书 然后我笑 我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后面有一大段 就是她妈每次真的很气 她化妆这件事 对有蛮长一段 而且她 发现她去报名化妆学校的时候 还超气 就把那些 报名证什么都撕掉 对啊 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气 她想要做那个不是很好吗 对我必须说啦 因为她这就真的是一个 非常少女的漫画 改编的 对 那个少女放话里面的这些情节 可能已经也很硬要 对 你一个功课不好的 学生你想要去学一季之场 然后你很用功 那做这件事应该鼓励她才对 对 结果居然还被骂 到底为什么 真的 然后 里面其实有一些角色都很可爱啦 比如说他们的老师 对 也很可爱 然后唯一就是好笑的是 她没有眉毛 对 因为她一开始出场 就是留一个很厚很厚的刘海 你有没有觉得老师也很面熟 我不知道老师是谁 她就是在那个我的鬼神剧里面 你厨房其中一个人 真的假的 有 是哦 你可以回去看 有吗 有 厨房里面不是有副主厨 对不对 对啊 副主厨一定不是 我知道 然后有一个特别像工人的 有没有 你也把他扣掉 然后有一个比较帅 你也把他扣掉 有一个比较帅 有点像男儿的 对 那个我知道不是 剩下那个就是老师 真的假的 好 我再点回去看一下 太精彩了 你看我还可以帮你削去法 帮你找出老师 所以老师演技也很好 因为他反而是在 就是我的鬼神剧里面 算比较中二 因为那群厨师都很中二嘛 对 那一群都很好笑 对 但是老师在这一部里面 非常温暖 对 他就是一个非常爱学生的老师 对 然后他唯一缺点是没有眉毛嘛 但是因为后来他的 就是未来丈母娘 也帮他解决 对 未来丈母娘很会修眉毛 然后因为老师人很好 所以朱镜的姐姐 对他算是一见钟情 他那时候 好像是接朱镜去学校 对对对 就说人家旁边喝杯咖啡 对 结果姐姐就煞到他了 对 然后老师其实一开始 不知所措 他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然后一天都很来对他示爱 对 而且他就是像男主角一般的示爱 对 他就像我们平常在看韩剧 那些霸气的欧巴 没错 就是姐姐的角色 他们怎么追女生 他就怎么追那个老师 对 而且他们里面其实有男配角 在那边教男主角 要怎么追女生的时候 姐姐就会完全运用 对对对对 就像马妹说的 就是这一些谈恋爱的戏里面啊 我们反而都比较喜欢旁边的绿叶角色 没错 就像我爱的不货将 我只会看北韩军人的桥段 因为他们是负责搞笑的 然后他们的拍都会特别的好看 对啊 就会让整部戏感觉很有趣 所以真的很建议大家特别关注一下 那个姐姐的部分 因为那个老师跟姐姐比起来说真的啦 就是姐姐等级很明显很高一节 哦对 因为姐姐就是漂亮嘛 对 然后又很干练 对 然后老师就只是一个 就看起来好人这样而已 对但是姐姐真的各种像 就是马妹有讲到 还有人连壁咚都会对老师使出来 对 而且就是姐姐出差回来 会开车到老师家楼下 然后叫他往窗外看 对 超级人主角的啊 我都要笑死 然后老师就会很开心很雀悦的跑下楼 说你居然在这里 然后就被姐姐壁咚了 对而且你知道 真的要看一下 因为这老师真的很普通 对 你就觉得你凭什么 你要想想他在别出戏是配角 对 好 然后就是弟弟也很好笑 是因为弟弟只能看不起 这个二姐长得丑 对 但是他后来就喜欢了跟二姐 就是没化妆一样的女生 对对对 而且我就想说 这部戏要扮丑是不是就只能那样 就是脸红红 眉毛很粗 戴个大眼镜 对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想要 弄这个路线 也合理化黄荫叶这个角色 为什么也会不排斥他的素颜 因为有可能 对因为他就是跟他很疼爱的妹妹 长得一模一样 同路线的丑 对 所以他就那个朱镜就算卸妆 他也不觉得要丑 因为姐妹妹就是这样 对对对 然后所以一方面是妹妹 其实也因此不太有自信嘛 对 所以因为朱镜很会化妆 把他妹妹化妆以后 妹妹开始有自信的 所以就是黄一叶爷的这个角色 才开始又对朱镜更有好感 对因为他帮助了他最疼爱的妹妹 对对对 其实要不是这样啊 我都觉得这女主角 其实对我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除了善良 因为他又不聪明 对对对对 常常就是日剧或韩剧 他里面就会把女主角 塑造成像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 到底是这些作者是都想要有点 自我救赎吗 还是说就是想要让大家认可说 就算你再烂 你好像也会有获得出头的一天 这个我真的很难去推测啦 因为你知道这个女神降临的画家 超正的 但是他就完全就是江南美人的样子 已经整形完成的那一种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腰超西屁股很大这样 然后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他的想法 他也许觉得只要有自信 就是自信就是美吧 也是有可能啦 可能想要表达这个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 为什么我说 这里面很多韩剧公式 比如说像妈妹有讲到说 这部戏其实放很多部分 是在女主角的家庭 那他们家庭的里面 每一个成员 就是都有很完整的人格塑造 那我觉得是因为 因为男主角在这里面 其实是一个家庭破碎的小孩 嗯嗯 对然后我都觉得说 他会注意到他 也喜欢他 也有很大一部分 可能是受他家庭的影响 对 对因为他被那个温暖的家庭吸引了 对而且其实 在江南美人里面也是这样欸 他不会觉得他好像演过吗 对因为江南美人里面 甚至就是 车盈佑的妈妈 嗯 因为一直被家暴的关系 所以他就离家出走 嗯 自己去开了芳疗品牌 哈哈哈哈 变成一个女强人 反正车盈佑就是在演一个家里 没有温暖的人 嗯 然后女主角就是 虽然同小长得丑 对 但是你看他爸爸都觉得 他很漂亮 就很爱他嘛 对然后妈妈也那么爱他 妈妈还特地去带他 换一张脸 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都是很少女漫画吧 哦 他们设定就很像 对啊对啊 欸我某种程度觉得也是 韩国人在 就是合理化他们对外表的要求欸 哦 因为整形太风行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家就告诉这些 就是整形的人 或者是好 你是靠化妆的人 就是 这样也没关系 对你们这样还是可以很有自信 这样 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这样也可以很有自信 没有错啦 但是有点用太多了 真的 然后因为说到男主角 他家庭没有很好嘛 可是他其实他家是非常有钱的 嗯 他爸好像是开唱片公司 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从小 对他爸有心结有误会 所以其实他很小就自己在外面住了 嗯 但他是住豪宅 哦对 哈哈哈哈 自己在外面住豪宅 对 然后好像说里面他都全部都穿名牌嘛 对啊 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说他们有部落客写了总共三篇在讲车淫忧在里面的穿着分析 因为好像说他在漫画作者在画这个漫画的时候他对他里面的穿着就是非常有研究 哦 他还去研究是真的品牌 然后再下去画 所以他们里面的剧组可能就是尊重作者 所以他们也去用了一样品牌的衣服来 哦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那个漫画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江南美人啊 你看他连男主角都一定要给他画真的名牌上去 对啊 就还要去研究这种东西 我会注意到这个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幕穿了一个外套 嗯 然后上面写了LV 可是他不是平常我们会看到LV的logo 嗯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 我就跑去找了一下 他发现哎这件外套真的是LV而且要18万 好夸张哦 超夸张的 你们如果要想好有好奇就是江南美人跟女神将领到底有多像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你看他们两边两部的车营又爸爸都是知名人物 只是说在女神将领是算是以前是艺人 然后后来变经纪公司 对 对然后在江南美里面他爸爸是一个就是形象很好的候选人 就是政治人物 对 就差不多嘛 只是换职业跑道而已 对 那你看 而且他们好像原著的男主角真的都画得跟车营又很像 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看着车营又画出来的 我必须说因为车营又就是漫画脸啊 他真的就是像韩国人喜欢讲的斯曼南 就很像漫画 撕开漫画走出来的 就害他很忙 只要有漫改就要找他 每一个漫改就说我这男主角长得跟他很像 一定要找他不找他不行 对然后我觉得也许他以后就会拒绝演这种戏的啊 因为实在太太像了 对对对 内容很像 好然后说真的啦 就是连你看最喜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研究的因果 他们也都常常做出来研究就说什么 你外形会影响你的薪水 外形会影响你的升迁 对 这些我们都知道啦 但是我觉得在以韩国这样子太外貌至上的角度 好像也会有点不平衡 对啊 因为讲了变成每一个人好像不去整形都不行 对或者是然后也会导致说 审美观已经被制约了 然后他们就会想说 哦鼻子一定要那样子 然后嘴巴一定要那样子 然后才导致他们大家都长样 就是会拿女明星的脸去跟他们说 我想要这个鼻子吧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戏就看看就好 对 大家不用那么崇尚这一些 对虽然说他们里面当然也想要提倡 说其实外表没有那么重要 不要拿外表衡量一切 对对对 对但是他又每次 你看不管江南美人这个 他隐隐约约的还是去讲说 外貌带给他就是全新的生活 对啊 因为你看就算他最后爆发 大家发现他原本的素颜 其实是长得很丑的 然后大家虽然有接受 可是问题是其实说实在 你一开始会被大家接受 是因为你长得很漂亮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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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是这反而是很想要知道说 作者你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没有我觉得他们没有想那么多 是我们想太多了 真的 应该说像他们以前那个很红的电影 丑女大翻身开始 其实都是在讲说 他换一张脸 就会换一个人身 对对对 对 现在只是用各种不同的青少年 去做表达 真的耶 难道他是想要表达 就是韩国整形的年纪越来越小吗 对 因为像朱镜 他家里发现 他被霸凌之后 他妈第一件事是带他去看整形医生 哦真的哦 对啊 你看又跟江南美女很像 反正他们就会演那种 就是你丑的时候 就会丑到 那被人家欺负到想去死 对 对然后要马上就是 换一张脸改变人身这样 可是这样会不会助长霸凌啊 因为就觉得好像说 我这样说不定还是在帮助你耶 你赶快去整形变美 你就可以换一个新人身 对应该是说 反正就是要谴责霸凌的戏 就会用别的方式呈现 对啊 然后在这种戏 你都会感觉好像就是 你被霸凌很活该一样 嗯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 虽然大家都会觉得 那个霸凌的人很不对 对啊 可是却没有人去探讨说 凭什么他长得丑就要被霸凌 对啊 其实我真的不太懂 因为 长得丑也不是他愿意的啊 他天生长出来就是这样 对 然后其实作者 塑造出来的价值观也是这样 你看就是另外两个 受欢迎的男生就这样很帅 对 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不在乎 对 等于说不在乎外表是为他们加分 对 但他们本来就很高分了 所以你看韩重 真的比较健康一点 里寿根也是很受欢迎啊 我也很喜欢寿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 就把它当成轻松的剧来看就好了 对啊 不要像我们想太多 而且说真的啦 我每次都会跟我朋友开玩笑啊 就是韩国电视剧 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 看看就好 我们可能 这句话可能讲太多 这要剪掉了 因为你真的去韩国街上看啊 其实你都会觉得 其实他们好像真的漂亮 都在电视上了 真的哦 对然后如果去江南 他们现在有一条街叫做 就是新沙洞 那一整条街就是很漂亮的林荫大道 然后两边都是咖啡店 嗯嗯嗯 都是一些穿名牌的啊 然后脸都很漂亮的啊 在那边 然后所以他们那里很妙的是 你常常会看到 脸上都还包满绷带人在逛街 哦是哦 所以他们对这种事情很稀松平常 对尤其是在江南那一带 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好像 像你做完医美你就是要赶快搭计程车回家 你才不会在路上乱晃 对然后他们居然都可以这样 你有时候就会看到鼻子是绷带的 有时候就会看到脸上是绷带的 哇这好酷哦 我比较想看这个 对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跟我们想象的价值观真的很不一样 哦真的耶 对因为我们刚才就是闲聊了 发现我们真的很不适合聊这一种 哈哈哈哈 就是硬还是会讲到一些很震惊的话题 对然后震惊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这么震惊 就想把它收回来 哈哈哈哈 又抓不回来 现在飘在很远的地方 哦所以我们以前每次这种都会把它放在片单而已 很快带过去 就是赶快带过去不用讲太多 都是黄音叶来代言这首香氛 看我们要讲这个 哈哈哈哈 拜托你以后演一些别的戏 让我们可以继续代言香氛 对啊所以要拜托各位韩西闻 踊跃的买一下香氛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真的很认真为了要为了香氛来看这一处 对你看你我花了16个小时就为了这个 真的我跟你讲要不是这个香氛品牌 然后就是认识黄音叶 嗯 妈妹这辈子应该是不会点进去女神降临的 绝对不会啊 哈哈哈哈 虽然说我觉得其中我也是有看到姐姐跟弟弟的表现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啦 一定的啦 对啊 就是一出戏会受欢迎一定有好看的地方 对对对 虽然说他们别人一定无法理解我们觉得好看的地方 对他们想说怎么不是男女主角 怎么会是配角 哈哈哈哈 他说姐姐弟弟 他们长什么样我可能都不记得 对对 姐姐喜欢那个男的不好看欸 哈哈哈哈 这两个怪怪 对 可是就大家用自己的角度去欣赏一出剧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对好啊 然后今天又到了呼吁时间 对希望大家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